可是我不喜歡的原因是因為我會覺得說 有些人他的頻道沒有企劃可言 但這好怕喔 這一題很傷我耶 不會啊 不會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姨 哈囉大家好 我是露 最近你都跟我聊你都會看什麼動畫 你推大家舞步你會看什麼動畫 不要我們講同一個類型然後我推一部你推一部 就比如說後宮系列這樣子 好好可以那你先動畫要動畫不能漫畫 女後宮嗎 你先啦我想不到女後宮是什麼 有一部是叫做我們無法一起學習 那一部還不錯看我蠻喜歡的 因為做的吧每一個角色塑造的蠻好的 來換你 我看一下 我跟你們講魯魯看的動畫超怪的 也不是說怪是他的口味很怪 天才嗎這樣少女 天才馬上少女有後宮嗎 沒有他只是女人比較多耶 好飄喔 我看一下女後宮 有啦有啦 玄圓末世路 好可以算了算了算了 這講到了因為這是我喜歡 玄圓末世是大概十年前的作品 差不多 他是殭屍賣肉作品 很好看 可是他賣肉的很好看 我覺得他賣肉很好看 而且他其實在打到畫面不馬虎 對就是殭屍的部分 有些在後宮的他打 我覺得不錯 他馬虎很多耶 對 好再一個 來講一個那種 極速超過50級的 海賊王 他真的假的啊 海賊王 不行不能講海賊系列 就不能什麼 活躍人者 我知道我懂我懂 都不行 講一個冷門一點的 喔我很想看冷門的 我有三部動畫已經在我腦袋中吼 而且他都是 也許你可能會知道 但他真的很好看 喔哥布林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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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好換你 瘦之演奏者愛的 喔很冷齁 很冷齁 沙小我沒聽過耶 我沒聽過 他不算愛情 他是在講說一個女生 他從小到大的一個 的那個 他們會有一種技能會 就是養蛇 跟養一種龍 然後那兩個的 是天敵 反正他就是在講這個 成長過程 你看一下我講不出來 但他很好看 他也居然很無聊 你可以看評價啊 可以講得很無聊 你先看他的評價 但是我講得很無聊 對不起 可以講得很像什麼 他的作品 我看一下喔 瘦之演奏者愛玲 2009年的動畫 我的天啊 大家如果有聽說 我可以在下面留言 可是我覺得我觀眾應該沒聽過 因為他們太年輕了 你知道沙拉公主嗎 有聽過 類型是這種 好看耶 真的你不看 好好好可以可以 你再講一個啊 還是我們聊聊YouTube 行啊 那我問你 你最喜歡的YouTube是誰 蛤可是我當初回答過你啦 你當初說誰啊 我忘記了 阿滴跟草爺啊 喔 對對對對 然後我就說因為一個是 流氓臉 然後一個是俗生臉 那換你啊 我的挖坑給自己跳耶 對啊你喜歡誰長相 呃 YouTuber我剛剛想到一個 安西我覺得不錯 主要是我覺得他的個性不錯 然後加上 他的胸大 很喜歡胸大的 對沒錯我喜歡胸大 你喜歡幾兆杯的 哦 那你喜歡哪個YouTube頻道的類型 好好好 因為很會業配嗎 呃我覺得他的劇場很搞笑 其實我以前不看劇的 真的是因為他我才開始看 然後還有玩gain 我覺得玩gain有些真的很對我胃口 比如說什麼閃電俠 幹超好笑 我有看過 他那個真的很好笑 我喜歡看人家製作料理 但是是迷你型製作料理 迷你型喔 就他的食材就這麼的小 很很少欸 然後這個很多 可是都是國外 反而台灣沒有 台灣沒有 那我們來聊聊我們最討厭哪個YouTube 對啊我更改一下題目 你先告訴我你討厭男的YouTube跟女的YouTube的分別 那你會講嗎 是討厭他這個人還是討厭他的頻道 頻道 喔好這可以 我沒有討厭的人 但是我就討厭他們的頻道 不逼嗎 都在賺 不逼 好那我想講 烏鴉我比較討厭 為什麼 他頻道我真的不會看 是怎麼說 那他的風格其實跟其他惡棍都是同屬性的 那就代表你也不喜歡其他惡棍的嗎 通常不太看 為什麼啊 因為他們太激動了 你不喜歡激動的 我不太喜歡激動的 那我的影片你有看過嗎 有了你的影片我有看過 那你會不看嗎 你的介於中間 OK好 對 可是我很少看吃的影片 那女生呢 白癡公主 幹嘛 純粹是影片類型啊 它做很多效果 可是它的效果不好 不是我喜歡的效果 我的效果可能都比較偏 過慢梗 或者是周星馳的梗 就比較老梗 對對對 可是它的梗我給不到 所以我就沒有那麼喜歡 那換妳 我其實不喜歡 可是這真的是真的 因為我真的不看別人的影片 可是我會去看我同儕 就是跟我同樣類型的人 我會想看他們現在的流量 跟他們的東西 因為我其實更多的是以 工作的心態在看他們 我反而不是以我喜不喜歡這個頻道主 可是我不喜歡的原因是因為我會覺得說 有些人他的頻道 沒有企劃可言 可是他卻可以很受眾 可是這樣很愛言嗎 不會啊 我覺得他們企劃很好玩耶 很厲害 對阿 可是我 我覺得是 好吧 對不起 我覺得是蛇丸 因為他很多的 妳看 哈哈 不是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雖然說我覺得 我很喜歡蛇丸人 我不討厭他 我是說真的 他人真的很好 那時候大家一直以為我很討厭蛇丸 或是我很不喜歡蛇丸這個長相 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是當下那一天我真的拍片很累 我是從早拍到晚 而且我是從 台北開車下來 不是說坐高鐵 到屏東 妳開車 是別人開車 所以導致我精神真的有點不激 狀況不好 對 我體力真的比較弱 然後當下那個時候 因為捨完他的個性就是比較 耶 這種 我說真的我不知道我怎麼應對這個人 所以那時候大家會以為說我很討厭他 其實沒有 然後可是我為什麼不喜歡他的頻道 是因為我就覺得說 我很努力在想企劃 或是很努力在幹嘛 可能是因為大家就是不喜歡我這個人 我覺得接受 那當然就是這就只是一種 工作上的小嫉妒心態 對對對 我覺得是嫉妒心態 就是覺得說 他的人設很強 他就只要坐在那邊 他一整天都可以很高的力量 我其實就會覺得 我這麼累到底在幹嘛 有時候會讓我覺得 那我是不是就是其實 我覺得其實是嫉妒心態 真的會 那女生的話 我覺得是球球 為什麼 怎麼說 就是覺得頻率不對的 因為我畢竟讀了這麼多年的女校 我覺得我對女生 會有一定的排斥力 就是因為我遇過太多那種 長得漂亮很容易會 有一點小心機的那種 我不喜歡 妳有說感覺 我很怕 因為你知道說真的 我以前跟雨昕一開始 我會覺得她是有害型 有害型 因為她長得真的太 像學姊 會來定學妹那種學姊了 那她也是這樣覺得我 所以我們兩個頻率是這樣子 所以認識結果 我發覺一拍幾合 所以我有可能如果認識了球球 我才會覺得 欸對 她不是我想像中那樣 但是我會還沒有認識這個 我就是保持點去 不想要有任何的主動性 但這好怕喔 這一題很傷我欸 不會啊不會 我覺得捨玩的比較可怕 因為大家就會誤會 再想一個激烈一點 我們今天就是來 真心話大冒險 妳就會來 我們只有真心話 那妳純粹討厭的人 純粹是什麼啊 就是不是因為她平常 跟她人 喔真的 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在合作的時候 我發覺我跟她很好 然後可是 像有時候跟異性太好 我會想要拿妳一點距離 那我會確認 妳有沒有男女朋友之後 我才會可能跟你 好的程度 才可能會不一樣 就妳有女朋友 然後我要先確認 妳女朋友在不在乎 如果妳覺得有點越界 妳要跟我說 因為有時候 我真的跟別人太好 我會沒辦法抓準 然後 那時候她不是剛跟我認分手 然後後來又有 又有一個 然後那個時候 我女生的直覺第六感就是這樣 就是一直覺得說 她跟她是不是 就是男女朋友 然後後來那個時候 我一直跟她再三確認 但她都是說 喔不是啊 就是 為什麼 後來那時候她就跟我 就是還蠻好 都會講一些 以前一些的事情 後來有一次 因為我心情很差 就不想在家 我就在外面騎車的話 她跟我說她在唱歌 問我要不要去 然後很多人 不是只有她 結果到了現場之後 她女朋友 用FB的Message 傳給她說 妳居然跟她去唱歌 我就覺得說 靠北 那妳怎麼知道 我就看到她貼嘴啊 然後後來我就直接 我就把她打醒 然後那時候我好像很生氣 我就覺得很怪 她沒有講 對 因為她說她想跟我當好朋友 我就覺得 那妳要跟我講實話啊 而且我問了三四次以上 她不只 根本很多次 後來結果我就 直接騎車離她 然後後來我就得封鎖 因為我不喜歡我就封鎖 我覺得沒有必要 後來她就好在密我啊 說她有想跟我講實話什麼什麼 然後一直錯過時機 我告訴妳 女人們 這種男人的話聽聽就好 絕對屁話 但要講早就講了 而且我已經問了很多次了 而且很多時機點都是 我用Line問她 她是可以直接回答我 後來我就直接去密那個 她女朋友 然後跟她道歉 因為我就覺得 不管怎麼樣我好像都是 但她不舒服 我就這樣跟她講 然後那女朋友就說 沒關係她知道是她的問題 我就說 對 我就說 喔好 就說 喔對真的是她的問題 欸其實妳不覺得 我做人很直接嗎 我覺得這樣可以喔 這樣很OK 直接又好又壞 好處是在於說 大家覺得跟你做朋友 妳不會做作 然後壞處是說 可能有時候妳太直接 沒有看好氣氛 然後大家會覺得不開心這樣 可是我沒有不看氣氛欸 妳有發覺吧 我覺得我很遲鈍 所以我覺得妳問我不準 可是我就以我身邊的人 我其實很會看臉色 可是我的直接 只是在於別人看起來 會覺得 為什麼我這麼的直接 就對於別人來說 她會覺得 我對妳不明白 太直接 她反而不是覺得我對她 她會 很多人都是用看別人的 好我講我的 蛤 我不喜歡的是 其實以前 我有發生過一件事情 有一次就是 某個YouTuber他打電話給我 想要臨時找場地 因為我在跟我女朋友 約會到一半 然後我就臨時幫她 找了我以前的學校這樣 總之最後最後的結論是這樣的 就是他們那天不太開心我 原因是因為我提早走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那個 他們覺得我就是那天下雨 也沒有幫忙這樣 是義務嗎 不是義務 可是重點就是說 我當下其實我就是臨時找場地 而且我也是跟我女朋友 約會到一半 就是幫忙 然後可是最後抱怨說 可能我沒有就是幫忙拿東西之類的 然後可能不太開心這樣 我們後來有講開來 可是我討厭她原因是因為 山空電火 對 山空電火 因為我後來得知 跟他們分享 他原本覺得還好 然後分享後 他可能說那個黑輪問題之類的 然後就導致就是 對我的印象又更不好 我們那時候 一開始沒有解決的時候是這樣 可是後來有講開 結果還好 只是我對這個人 我就覺得有一些戒心 然後加上 常常會有點高姿態 就是像是 他可能說 就是我去他們頻道 都是要付錢的這樣 可是當初他在充斥他的IG 跟充斥他的Youtube的時候 其實他 就是很靠大家一起幫忙 然後他那時候發IG是這樣發 就是說 你現在發我 然後你take我 然後幫我宣傳這樣 可能會有點半推半就 可能有些人不太樂意 可是又有點不好意思拒絕 的那種概念 就太強勢了這樣 那時候就是 也有很多人不太喜歡這樣 可是他 後續可能就是這樣對外講 或是對圈內的人講 就會讓人覺得說 當初其實大家都互相幫忙 然後現在你卻又 對對對對對 我覺得何必 就是不厚道 不厚道的概念 來下一個話題 好啦不然你講一個 你覺得 你的頻道以來 讓你覺得很不爽的 留言啊或是什麼 本來講 頻道裡面很不爽的來賓 好了 好啊 你先說 我先問呢 是因為那支影片還是 對 是因為那支影片 我覺得有幾支影片 是跟 因為他們太托舉了 他們是一個team 所以他們會很容易失控 尤其因為大家個性就是很亮 但有的人就會說 你是主持人你一定要搜啊 你要去怎樣 我告訴你以我 他們太多人了 想搜都搜不了 可以不討厭他們 你只是那一部影片 可能就不太喜歡 可是有時候會合作 欸你們也太考了這樣 可以可以 我可以接受 我的話 為什麼 那是我們公司跟他們合作 然後當天 稿也事前給他對過 看過這樣 然後當天的時候 他可能就這樣 我想一下喔 然後可能過了一分鐘之類的 都不會回答 而且重點是他都不做效果 他就是比較句點式的回答 他當初為什麼你會想接他的 沒有就是XX而做啊 然後事後 他們公司還檢討我說 覺得我放得不好 他們覺得我準備得不夠周全 可是說一句真的 你的頻道一直都是這樣 而且我都給他過稿了 他應該是看過的 總之就是 遇到這些事件 然後我就很不爽 我就問了十個Youtuber 十個Youtuber都說 是對方的問題 為什麼你們會覺得是我的問題 原因是因為他是 然後那一次我都對他很反感 而且重點是 他跟其他人拍片 我記得我上一拍是另外一個 跟女生拍片 然後他就有效果 然後他講得很開心這樣 那跟我拍片 他就一副不爽臉 然後我就傻眼幹 如果他不想要 男生就不要找 對對對 看看什麼 我們剛剛不是聊動畫嗎 然後聊一聊 聊到Youtube 我們就是開線了 Youtuber就見 但你從以前到現在 接過了你覺得最特別的工廠是什麼 沒有啊 那你喜歡的 郭华巷 他是苗栗的政府找我 然後去拍他們的那條小街 所以你喜歡哪一部 因為我覺得 是我喜歡的 就是第一 我也是真的想推廣每個縣市 就是我想做 然後我覺得他流量是中等 可是是我喜歡 所以我覺得他們剛好都是我要的 我的話是 有吃又有玩 扣掉遊戲的話 最滿意的一次跟 覺得很開心的一次是那個 我之前接過三型戰網的工商 重點是因為我很喜歡日本的風情 然後那一部 他們的要求也不會很硬 很有禮貌 然後帶我們去各個地方 我很喜歡哪一隻 其實我覺得旅遊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有時候自己想一些旅遊企劃 然後他要自己安排行程 其實都沒有那麼好玩 很累 謝謝 各位觀眾如果喜歡點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RuRu的頻道 然後記得按照我的粉絲安 訂閱RuRuR 那我們在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